新研究提供了迄今最精确的 脉动造幅变星测量结果 这可能包含有关我们宇宙 巨大规模和尺寸的线索 造幅变星是一种特殊的恒星 它们以一种非常规律的方式 周期性的变量和变暗 这种亮度的变化 就像是它们在天空中呼吸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种变化 来了解它们的特性 然而 虽然这种有节奏的行为 允许天文学家 根据星光亮度的变化 或脉冲来计算空间中的距离 但这种忽明忽暗的变化 常常使这些恒星观测活动难以为继 天文学家利用2010年至2022年间 从智利的欧拉望远镜 和西班牙拉帕尔玛的 佛兰芒莫卡托望远镜 收集的先进光谱观测数据 造幅变星速度项目的研究人员 以极大的精确度和一致性 研究了数百颗造幅变星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 和该研究的主要作者 理查德·埃安德森 在新研究的声明中说 理解造幅变星的性质和物理学很重要 因为他们告诉我们 恒星通常是如何演化的 而且我们依赖它们 来确定距离和宇宙的膨胀速率 这成为我们提供了宇宙的灯塔 两台望远镜上的高分辨率光谱仪 允许天文学家分离和测量星光的波长 并捕获亮度的变化 然后团队根据多普勒效应 测量了恒星沿望远镜视线扩张 和收缩的速度及镜像速度 脉动导致视线速度变化 高达每秒70公里 或大约每小时25万公里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博士生 和该研究的合著者 乔尔达诺维瓦尼 在声明中解释说 我们以大约每小时130公里的典型精度 测量了这些变化 在某些情况下 精度达到了每小时7公里 这大致是快速行走者的速度 维瓦尼说 Velote团队收集了258颗造幅变星的 超过18000个高精度镜像速度测量数据 揭示了恒星脉动中额外的 意外的变体 以及属于双星系统的一些造幅变星 其中两颗恒星相互绕转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 和该研究的合著者亨利卡内侧尔 在声明中说 这表明在这些恒星内部 发生了更复杂的过程 例如恒星不同层之间的相互作用 或可能通过星阵学 确定造幅变星结构的额外脉动信号 因此 这些新数据将帮助天文学家 解开观测脉动造幅变星的复杂性 并理解在恒星亮度中 观察到的变化是他们各自结构的结果 还是由与半星的潜在相互作用引起的 这些半星偶尔会遮挡他们恒星伙伴的光 这个数据集将作为锚点 将不同望远镜 随时间的造幅变星观测联系起来 并希望激励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安德森在声明中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